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罗达是为您带来的DOTA2看了也学不会系列的职业选手第一视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Topsin 他的终端炸弹人第一视角那么之前已经其实给大家出过Topsin的终端炸弹人了对吧那么可能大家觉得最近Topsin又不是在研发新套路 为什么又突然间又做了一期Topsin的炸弹人呢那么主要原因是 第一啊这Topsin最近又是把自己的这个天地排名重新打回了前十啊昨天是第九就是我在给大家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昨天是第九然后今天是第十秒 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他把炸弹人这个英雄的单杀又重新给玩出花来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在他对于炸弹人这个英雄的使用特别是在单杀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进化到了什么程度 呃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这里刚上的是先点了几下这个远程兵然后丢一个年轻炸弹把这个远程兵先给他补掉 这个也是现在大多数的英雄在对线期的一个常态啊就是利用自己的技能以及去加一个伤害技能来确保这个远程兵的一个正补要不然的话远程兵被反补掉或者没补到的话对于你出这个瓶子的时间会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哎这块年轻炸弹给上去然后呢再给一个瓶A再给一个瓶A 由于炸弹人这个英雄现在他的攻击力其实挺高的了因此前期他不像以前那样说他点到人身上以后不怎么掉血不疼 这里炸出来再给一个瓶A直接一个自爆完成一血的单杀啊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单杀对吧他就非常的厉害了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天梯前十的人的单牌啊他拿一个中单的炸弹人去单杀掉了对方中单的一个实力剑士 当然这个也是建立在托弗森自己本身对诗灵剑士的一个英雄的理解非常的深刻他真非常清楚这个英雄他的每一个技能的CD伤害和他后续能够衔接出来什么样的技能以及还能够打出来多少输出在这样所有的基础之上啊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单杀 这里又是一个年轻炸弹直接补掉一个兵对方这块要反补这个远程兵我根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直接上了一个自爆啊 这个自爆属于就是比较拼的一种做法但是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呢 哎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这块托弗森在被对方的穿战甲贴身去停A而且他自己的血量并不健康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托弗森有一个小的走位细节是他并没有选择往远处跑 因为这个时候你往远处跑是跑不掉的 而他所做的动作是主动的靠近自己的兵线因为兵线的仇恨距离是500 所以呢你只要在这个500的范围内让对方的英雄去A你的话 那么所有的兵线都会过来去合击对手这个穿战甲 这样的话也是为什么穿战甲刚才这波没有选择去抢杀这个这个炸弹人的一个原因 这块炸弹人一直在骗对方的戳你看他这个位置一直在用自爆去骗对方的戳 这个地方对方受不了了 那因为扔了一个粘性炸弹这个粘性炸弹如果炸到了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穿战甲就会被直接炸到一个死血 甚至可能会直接被秒掉 所以这波穿战甲等不了了 这刚才工程师一直在哆嗦做那个自爆的准备工作的时候 就是为了想提前骗出来对方穿战甲的一个戳 只要这个戳没了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把你单杀掉 而且我不管你戳到哪我都是可以炸过去的 他这个三技能自爆的一个距离还是蛮远的 这波打下来以后现在炸弹人在中楼 这里看到了对方的一个先知 不过是一个满血的先知那就不理他了 因为目前炸弹人身上没有什么蓝 再加上自己身上没有什么血 所以这波过去打的话有点不太理智 这里应该是会选择去利用自己的一个年轻炸弹 去找机会补刀或者是消耗 但是现在先不要着急去教这个技能 因为目前身上的蓝只够放一个技能的 因此他在这里选择了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 刘蓝 刘蓝留一个技能 然后随时准备用自己的技能来进行一个自保 这波的这个补刀呢 不知道为什么 这波他这个补刀感觉打得有点 好像是有好多不同的想法 这个看一下 扔一个年轻炸弹 土猫滚过来 一个平A上去 这个年轻炸弹跟上去以后又是一个平A直接带走对手 然后再装一个圣水神符 完成这波击杀 主动的靠过来利用自己并不好的一个状态 作为吸引对方的一个资本 成功的把对方的穿战甲骗了过来 完成了这波的击杀 配合自己的土猫 那这样的话拿到两个圣水神符 把神符吃掉瓶子喝掉 自己的状态几乎是补满了一景 应该还有一口瓶子嘛 哎 穿战甲这波没技能了 穿战甲这波是戳和拍地板全用了 那这个时候穿战甲不能再往上走了 他这个时候再往上走的话要出事了 所以他还比较稳妥的选择往回撤 炸弹人这个地方直接利用一个自爆加一个年轻炸弹 清掉了很多的野怪 再加上对方的一波兵线 然后回来给自己去囤圆果 游戏时间刚好四分五十秒 然后五十三秒 然后五十四秒 这样的话弹道飞过去刚好五十五秒 两波野怪完美拉出来 自己再回到线上去补发运 这个时候呢 在线上的时候你会亏一个近战兵 一般情况下会亏一个近战兵 这个位置他没有选择去补那个近战兵啊 因为有可能会补不到 所以他选择是先稳妥的 把这个野怪先清了 然后自己的英雄站在野怪和兵线的中间 来吃掉两边的经验 吃经验的范围 有效范围是一千三 还是非常远的 所以这个吃经验并不是一个什么太难的事情 这到六级以后果断的把自己的感应地雷加出来 这个技能的伤害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现在毕竟变大招了 一级有四百 年性炸弹满级有三百六 刺爆的满级有五百 大家可以算一下 加起来这个伤害有多厉害 而且如果你的感应地雷埋得好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感应地雷 可以两连两连放 然后呢 炸到对方同一个英雄身上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这个在施法的一个技巧上面 以及你配套其他的技能和装备上面是有一定的要求 这里呢 又是把六分钟的远古野和这个大野全部拉出来 可以看到这样比赛并没有队友帮人去囤野 而他的队友这样比赛大各位是一个美杜莎 即便如此土猫也并没有选择去帮着囤野 而是选择优先保证了自己的一个游走的效率 那目前游戏来到了六分钟 从团队经济来看的话 他们的团队经济其实并没有优势啊 尽管他人在争路杀的飞起 但是呢 对方下路的血魔 现在的发育非常的好 然后呢 对方的穿战甲 尽管经济在前期被击杀了两次 但并没有落下 没有落后太多 比上路的美兔莎还是要肥一些 这关炸的人再溜达上来 这里有一个烧美神佛 看到了一组这个网怪 现在是骷髅怪 对吧 扔一个年轻炸弹 A几下 利用这个炸弹 把这波兵线再加一个感应地雷 直接清掉 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毕竟现在是在敌军阵中 那么这里直接一个自爆炸上来 这个地方就是利用自己的自爆造成伤害 然后赶紧把这个野怪拉出来 这样的话再给自己囤一波远古 可以看到Topson这样比赛 是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的远古 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囤出来的 对 是五六七分钟的这个野怪 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囤 没有队友帮他去拉野 对吧 这样比赛 咱们的观众就不用想着说 我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帮我去囤远古的队友 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中单在夜眼方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自己囤远古是非常的方便的 而天徽邦不行 天徽邦的地形就决定了这个中路 如果你去囤远古的话的这个距离和整个地形来回走的这个范围不会特别舒服 这个时候呢 炸的人过来开始去轻自己囤的这些远古 走回去 然后看这要不要再多拉一波 那时间马上到了 应该会选择再多拉一波 50秒 诶 这边不拉了吗 53秒 诶 一下这一组野怪 注意他这一回是53秒就拉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野怪比较多 55秒拉的话会卡在后面 自己去封掉一部分 所以要提前一点 一般的话会提前1.5秒左右去拉一波野怪 然后这里炸弹人 诶 运气不错 挖出来了一个芒果 这个芒果对于炸弹人来说现在真的是救命的东西啊 这里一个感应地雷 哦 基因镜片好东西 特普森这下开心了 那刚挖出来了一个芒果 又打出了一个基因镜片完美的一个道具 这里直接一个感应地雷 加上年轻炸弹 然后再放一个感应地雷 直接把自己囤的所有的远古全部清掉 还差最后一个这里一下两下三下 而且打出来两个中立道具 一个仙星试片 一个扫帚饼全部打出来 剩下的蓝量呢 特普森这里算了一下 按照他现有的这个回蓝 应该还是可以清掉这波野怪的 不过呢他打算是再去拉一波 打算再拉一波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贪的 他这个位置应该要到53秒 直接A一下尝试再拉一波 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了 这个时候难度非常大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时间卡的非常好 而且你需要让这个野怪 从一个最宽敞的一个地方走出来 你才能够把这个野怪拉出来 这里两颗感应地雷 一个年轻炸弹全部扑上去 伤害还是差一点点 那特普森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等自己的下一个感应地雷的蓝量 CD已经是有了 在等这个蓝量 6.8的秒回还是不错的 这里再差一个感应地雷 全部清掉 经济直接起飞 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打到9分25秒的时候 这个炸弹人已经拥有了高达5000的经济 关于炸弹人的这种 发育节奏 他的这个发育节奏 有很多英雄是可以去效仿的 比如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船长 比如说这个中单的美朵沙 比如说中单的光法 都是可以按照这种节奏和这种拉野 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在相同的时间内 能够去清掉这么多野怪的英雄并不多 包括电棍 中单的电棍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拉野效率 甚至中单的电棍拉野效率 比TOP3的这个攻击师还可以更快 还可 就是中单的电棍是可以再多拉一波这个小野的 就是通过走位的调整 你是可以利用自己的等力自上 这里直接自爆 粘性炸弹 感应地雷减速 然后直接秒杀 这波是不是大家觉得我在聊天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一波单杀 很神奇 简单来说 这波的这个单杀 我给大家稍微汇总一下 这边我没有来得及提前给大家去做铺垫 这波单杀呢 是在自爆过去的同时 直接给到了一个 在地上直接扑了一个感应地雷 感应地雷扑出来以后 马上给到对方一个粘性炸弹的减速 这样的话 确保自己的感应地雷炸出来以后 粘性炸弹的伤害打出来 直接完成了对对方这个穿上甲的单杀 这波单杀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攻击师 他的一个打钱 这里又是自己拉两波野的同时 往小野那个位置放了一个感应地雷 把这个刚刚刷新的小野 也直接给他清掉 那现在双方的人都说 来到了一个8比5 这里炸弹人的虚拟刀已经快要有了 打了11分钟 现在只有三个人头 大家觉得这样比赛会这样 就这个节奏下去 那么当然不可能 对不对 炸弹人这个英雄 现在真的是被Top3已经给玩出花来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待会他的这个虚拟刀出来之后 这个英雄 他在正面战场的一个统治力有多么的可怕 尤其是在单杀这个方面 真的是 离谱 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站的人 这个英雄 由于他的出使攻击力没有那么低了 而且这个英雄拥有着机器 不错的一个成长 然后他的出装也基本上是围绕着智力装和这个加属性的装在出 所以攻击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比较高的 白字攻击力已经是高达102 已经是跟这个防御塔的攻击力差不多了 因此他现在补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 虚拟刀出来了 游戏12分10秒 他的虚拟刀就已经买出来了 小鸡在运 现在身上是一个草鞋 一个支离斗篷 然后一个虚拟刀 直接给自己多带了一个物 第一波单杀正在路上 不过对方这个位置的眼还是蛮多的 这里看到了第一个倒霉蛋 注意这一波的一个单杀的流程 这块大家说我暂停一下 大家看一下他现在身上的buff 他现在身上是开了一个活性电机的 这个活性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现在他的整个的这套流程是 开着物给自己先套上这个活性电机 套完了以后 卡着这个活性电机快要结束爆出来的那一下 自爆进场 但是这波没有成功 因为对方提前走了 所以这波他这个电机没有能够电到 这里虚拟刀 感应地雷年性炸弹一套合击给上去 瞬间秒杀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满血的电棍 这是一个满血的电棍 就被这个炸弹人轻描淡血的一波 直接给秒了 感应地雷这个玩意儿 现在已经是到达了二级 伤害是575 对吧 自爆是全额500 年性炸弹是有360 然后再加上虚拟刀和虚拟刀的一个增伤 再加上这个玩意儿他还可以现在同时提供一个法术增强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炸弹人现在这个伤害有多力谱 这里看一下第二个倒霉袋能不能撞得到 这块对方感觉是有视野 没有能够看到对方 第一波单杀打完了以后的第二个装备 就穿虚拟刀以后第二个装备出什么呢 出魔精 出魔精 因为魔精这个东西对于 Top3的这种单杀流的炸弹人提升异常的可怕 他不光是可以让你的爆爆起飞 这个技能的一个施法距离提升 让你能更远的入场 就是可以让你在这个破雾之外的距离 直接用自己的中心点炸到对方的脸上 而且还可以造成1.75秒的悬晕 而这个1.75秒的悬晕 正好可以覆盖掉感应地雷的一个启动延迟时间 然后再加上你给对方的一个年轻炸弹的话 对方是非常非常难以去把你的这个感应地雷 及时的给打掉的 非常困难 这一波又是一个开卧 这里又看到了对方的这个倒霉蛋 准备自爆进场 徐灵刀直接两颗地雷埋下来 大家注意看这个时间 这块是炸了一个感应地雷 这块还有一个感应地雷 两颗感应地雷直接秒杀对手 这波打完以后中了一个雪魔的大招 对方这里 看看这波合击是把TOP3的这个攻击师 直接给秒掉了 那也就是说刚才这波TOP3 我知道可能会有观众说 他就是暂停了一下的影响了这个观感节奏 但其实我只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刚才的这一下 同时埋了两颗感应地雷 加上一个年轻炸弹 加上一个自爆 加上一个二技能的电击 再加一个徐灵刀 等于他瞬间把自己的所有技能用了一遍 其中一个技能用了两次 还用了一个徐灵刀 这样的一套技能上去 虽然这个操作的数量其实是比较高的 而且对于你这个技能释放的一个准确性 要求也很高 但是这一套的技能上来的爆发 在对方没有BKB的情况下 实在是太吓人了 真的是太吓人了 这个时候15分钟 然后炸弹人刚好在游戏15分钟的时候复活 前正正好好拿到了自己的一个魔精 再买完魔精的时候 他身上的存款只剩了一点点 打完这波以后呢 直接出来再准备找下一次机会 由于这个炸弹人现在对于对方几乎任何人 都有一个完美的单杀能力 因此现在对方其实在打前头的时候 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哦 这里又看到对方的这个电棍 那我就直接兜过来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给技能 因为对方有可能在打左下角这个大野 而他打大野的话速度不会太快 呦 这个波他居然没打 没有贪这个大野 那这样的话炸弹人提前扑的这个电击 我们又争夺波不要紧 发现了这个倒霉蛋 第二技能给上去一个自爆再加年轻炸弹 触发直接秒杀又是一个满血的电棍 又是这个样子 一套技能瞬间2140点 要知道这个电棍现在身上可是因为有着力量腿 加上一个食人魔斧1700血的电棍 对方的一个大哥位主力位的一个电棍 就这么轻描淡血的 被托布森已经是连续杀了 杀了三回了吧 在对方拿到BKB之前炸弹人的这一套爆发 甚至远超什么宙斯之类的英雄 这里一个感应地雷直接去清一下线 不过这个清线好像没有清成功啊 这个这应该是范围的问题 感应地雷这个晚上现在他的一个 呃就是这个全额伤害的范围是150 那并不是特别大 这里又看到了对方的电棍 诶又是你 小宝贝准备上来 自爆炸晕 徐灵刀两颗地雷 粘性炸弹 直接自信回头瞬间秒杀 这波又是2117 对方电棍直接被秒 满血直接被秒 打完这波以后 炸弹人的经济在17分钟的时候 已经是来到了1万块 而队友的美毒杀呢 因为现在对方根本没有机会 去干扰这个呃 美毒杀的刷钱 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炸弹人 限制的死死了 所以这波这里炸弹人 应该是觉得对方的先知 不会出来了 直接一个感应地雷 把明线清一下 那么在天赋方面呢 一层天赋选择加的是魔抗 二层天赋选择加爆破起飞的 这个自爆伤害 然后三层的天赋的话 按照这种炸弹人的一个加点的话 三层天赋反而无所谓 反而无所谓了 因为魔精自爆 对方是没有机会去 躲开你后续的这个 粘性炸弹的抓取和爆炸范围的 哦 这个地方自爆炸晕 又是一套 直接一个地雷上来 自信回头 直接秒杀 再一次秒掉了对手的一个先知 打完对方的先知以后 再把兵线一清 经济来到了11207 在出完了这种装备以后呢 下载人的下一个装备 他准备做的是灵宫仙 这里边跟了一个飞鞋 跟了一个飞鞋 让自己的这个飞鞋可以 更好的 更好的去 让他在游戏的前期 有一个追人和尽可能快的 去抓人的这么一个能力 飞鞋这个道具 在抓人方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具 因为你能够快速的 在整个地图上进行 一个大范围的转移 而且可以快速的支援到 一些关键的点位 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对方炸弹人的经济 11300 美毒杀的经济 已经来到了1万块 再加上8000多的美毒杀 而对方的阵容 就很有意思了 电棍现在就610000的经济 然后经济最好的是雪魔 然后另外呢 对方有一个降位的先知 这个应该是降位的先知 经济已经超过了电棍 对方应该不会是辅助位的电棍 辅助位的电棍是不会这么有钱的 这个肯定是一个 应该是个三号位电棍 我看一下补刀术 补刀术这几个人差不多 这个地方队友抓到了 陆方的一个先知 看看走过来 超远自爆 哎呦 这个自爆的这个位置 还是不够远 自爆的这个 士马局面还是不够远 这个刚才的这个跳的距离 确实是有点点太 太离谱了 自己的队友这边 要打出一个不假头 就是游民披肩 这个道具对于工程师来说 也是不错了 然后下一个装备做以太 以太这个道具的话 对于炸弹人来说 就不用多说了 机会增加视法距离 又可以增加回篮 然后还可以再去转化成一个零容心 去降低他的技能cd 进一步的强化这个炸弹人 这个英雄 正面作战能力 或者抓人的一个节奏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直接一个感应地雷扔出来 把兵线一清 继续保持全场第一的经济 然后以太已经做出来了 这里选择着一张TP 提前来到下路 直接一个预判自爆 加上两颗雷 自信回头根本不看你 根本不看你 真男人根本从不回头看爆炸 这波打完了以后 炸弹人由于TP在cd 所以只能是走着往正面战场赶 但是因为有飞鞋的存在 所以移速还是比较快的 这波赶紧往正面战场赶 看看赶过来以后还没有仓河 这边开了一个雾 赶过来以后 对方的人似乎还有不少的机会 先观察一下 是对方哪个倒霉大人的 决定就是你了 这个预判有点尴尬 这里直接一个薰灵刀 两颗地雷 对方这块点掉了一颗 小鹿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快 炸弹人这块被对方的一个小鹿 飙成了一个死血 而且是中着对手的一个血魔的被动 对方现在有的视野 赶紧磕瓶子把这个视野给他点没 提前给自己山上了一个电击 然后又是一个飞鞋直接来到下路 趁着对方这个先知在下路想要去偷兵线的这个时间 绕了一圈过来 直接凝净扎弹 虚灵刀刺爆上去瞬间秒杀 再一次完成了对对方先知的击杀 这样的话21分钟 11杀1死1度攻 经济方面的话已经来到了一半3000多 在中路刚刚被对方暴打了一顿 差一点点一丝血的血量的情况下没有死 然后紧接着就是跑到下路去搞了一波事情 估计这个先知已经头很大了 明明已经被打成了死血 眼看着就要回家泡温泉的一个炸的人 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的脸上 打完这波以后现在的灵魂心已经是差的不多了 现在身上有2000血20级 炸人那边果然是选择减了自爆的一个CD 让自己能够更方便的加快自己的一个炸人节奏 这边一个感应地雷 然后再加上一个年轻甘弹 他这边是预判了一下 可能觉得这个感应地雷炸不到兵线 但其实已经三级的感应地雷是没问题的了 看他这里再往中路再赶 对方这个时候电锅已经有了BKB 但是不要紧 因为这个炸的人已经不用第一时间进场了 队友已经成长起来了 这关过来截杀对手 打这个支援的人 唯一点打圆 对方这关没有支援过了 这关他准备是截一下这个血魔的 但是血魔并没有过来 给自己的队友一个信号 咱们一起来打入山 团队的经济到目前为止是领先了5000块 还算是不错 这关过来跟着自己的队友一起打入山 直接一个原地自爆 由于加了魔抗 所以他的自爆现在给自己造成的伤害的话 并不会特别的高 他们这个这种打盾确实是有点点弱 不得不说 这个打盾是真的有点点弱 血魔这边给一个血织器刺 然后分几个撤出来一下 这里提前买好几个感应地雷 对方的穿着点开车上来 再找人再撞回去 并且直接被免好 炸弹人这边不着急 先选择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虚灵刀出来了之后 这里炸弹人又是一个威胁 土猫前手过来定住我 然后我炸弹人过来以后 直接给上帝来自爆 我都懒得给你用 直接炸弹扔到你的脸上 真难忍从不回头看宝掌 下路这波击杀完了以后 炸弹人的经济从快已经来到了1900 虚灵刀真的是马上就可以到手了 正面这场这里 就是你刚才欺负我 没有错就是你 我记录你了 看我这一波炸弹人超远距离 提前给自己上电 不过这波人还没有救过来 直接两套技能 两个炸弹扔上去 因为虚灵刀给到对方身上以后 对方没有办法给平A 所以完完全全拿他的这些感应地雷 是没有办法的 这波再进再一次的秒杀掉对手 一个英雄之后 直接截到后边 而且提前还给了一个扫描 看一看对方有没有撤回来的人 这里自爆加上一个粘性炸弹 但是并没有抓到对手 这关对方的先知选择TP了直接 那这样的话炸弹人就不回去了 取消到了自己的飞鞋 然后回到线上以后 回到这个野区 跟自己的队友继续 就准备过来去打这个肉杉 拿到这个肉杉 以后就可以去结束比赛了 大家不要看这个炸弹人 现在秀的飞鞋对吧 满场乱秀到处乱杀 逮一个死一个 但实际上这场比赛 如果你就这么一只拖着的话 并不是一个好的好消息 这么一只拖着的话 对于整个比赛比赛的一个节奏来说的话 其实会越打越疲惫 从因此早一点带盾 早一点让美术杀能够去破对方高地是最好的 现在炸弹人的装备在薰灵刀之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就是大风杖 对方直接飞鞋 飞鞋出来以后 这个地方对方过来抢了 那我先取消掉我的这个飞鞋 等你的这个车 等你停车 你什么时候停车 你什么时候停车 这个车的时间有点久 预判了一下 但还是差了一斤点 薰刀直接给上去 两个炸弹秒掉 回头再一个年轻炸弹 但是对方土毛踢了点 对方土毛踢过来以后 给了一个感应地雷直接炸死 又是一波双杀 打完这波之后 由于现在自己的TP 还差两秒钟的CD 没有办法去下路 针对对手的这个先知 直接把兵线清了以后 直接钻树林 看看自己的队友 不需要了 马尔斯这边已经对对方 完成了一波单杀 那这样炸的人 已经不需要回家去针对对手了 这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干嘛呢 绕了一圈就找对方的血魔 因为这个时候血魔 有可能会利用着 你在下路抓我人 然后中路推兵线的这个时间 过来去清一波线 这里直接一个感应地雷扔出去 还差了一个进战兵了 这波有点尴尬 不过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差点就差点点掉你的小机 蹲了一波你的小机 两下 nice 想买装备门也没有 下面那边插的眼 就是为了杀你小机用的 你要谁敢出来 我就杀你的小机 这波把对方的这个小机点掉了以后 那血魔的装备都买不出来了 炸弹这边直接提前给上一颗雷 这个雷被对方的小路给点掉了 那这样再买一颗雷 这个雷感觉好像还是会差一个进战兵 这边直接飞起 然后预判自爆 直接炸晕 还想走 徐灵刀上去 一个雷扔出去 直接走人 根本就不需要再多给你扔一个年薪炸弹 浪费我的炮火 杀掉这个以后 炸弹人的经济现在18000块 美杜杀有16400 甚至连马尔斯都已经来到了12300 这块插手甲看了一下对方的技能 哎呦 这块有个小可爱 那你就别走了 你居然没上高台 那算了再见了 打扰了 看看对方有没有要上高台的人 有没有要上高台的人 这块有个小路 我直接一番预判自爆 炸晕 虚灵 地雷 粘性炸弹 瞬间秒杀 接上一张TP 深藏龚宇明 这波没有能够秒掉有点可惜 但是我这还有一把感应地雷 你自己往上撞 这个就不怪我了 不是我扔到你的脸上的 中了雪魔的大招了 他呢 直接选择一张TP 回到家里边以后 下一个装备的风杖 现在已经是买出来了 大风杖的话差的还比较多 因为大风杖比较比较贵 这块直接自爆过来给视野 然后炸掉对手 再加上一个虚灵刀 甚至还用自己的电机炸对方一个脚线 这波打下来以后 人都是来到了32比13 这是一个纯纯的炸弹人 单方面的屠杀呀 可以说是 当然了 这种比赛的话 大家如果愿意学的话 一定要让你的队友这边 还一个能够去carry得住比赛 能够有终结比赛能力的英雄 因为炸弹人这个英雄 终结比赛的能力非常差 虽然杀得很热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人头说差了将近20分 这块直接追上对方的高地 扔了一个感觉 扔了一个年轻炸弹 但是并没有中 这里等兵线 等兵线 又给对方重新多插了一颗眼 然后兜回来 被对方的电棍贴脸了 贴脸了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尴尬 跑得比较快 直接利用自爆 走人 生了一丝血 但是没有死 土猫滚过来以后呢 看看对方的这个电棍 怎么说 这个有一个隐身的生活 过来控一下 把隐身的生活空了 然后呢 赶紧刻瓶子 哦 这个地方被弹了一下 说对方这个位置是有视野的 被对方先知了 弹了一下 这里把瓶子刻了 把自己的血量拉起来一些 拉起来一些 以后观察一下对方敌人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雪魔 年轻炸弹 薛青刀给上去 能把你BKB骗出来 先骗你的BKB 走出雪魔的雪之祭 以后都过来 队友那边定住了电棍 nice 对方这波两个大哥 有点孤君深入了 为了追这个托森 就是TB来到了下落 正面队长那边冰女 开了一个大招 这块一个自爆上来 砸中吹风 埋地雷 落地徐灵刀 加粘性炸弹 再加一颗地雷 直接秒杀 哎呦 这个单杀真的是秀的飞气啊 我的天 太秀了 这波连招 眼花流了 这又是一个感应地雷 直接清掉一波兵线 然后钻回野区 继续准备刷自己的一个大风筝 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啊 29分钟 本方的这个美毒杀硬生生是没刷过一个炸弹人 经济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被这个炸弹人领先 这个太离谱了 打完这波以后呢 现在美毒杀的经济 其实已经遥遥领先 对方众人了 只不过呢 这场比赛 对方的雪魔的雪日祭祀 电棍的等离子场 先知的带线 以及穿战甲的车轮滚滚 这些东西对于 手高这个方面 手高这个方面 还是太比较优秀了 而炸弹人在肉山附近 也是埋了一大堆的地雷 一大堆的雷 在这个地方扔着 跟一堆大象一样 其实就是大象 30分钟 人都是17 杀一死 4助攻 正补是263个 看得到 托普森这个家伙 在杀钱这个方面 也真的是保持着 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准和状态 如果再埋一颗雷 在肉山这个地方 埋了一大堆的雷 准备是护着下一个肉山盾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是要 拖到下一个盾 没有这个肉山盾的话 可能还是有点麻烦 不过他们一个阵容 上一次打盾 这边要不要预判一个自爆 直接预判一发自爆 年星炸弹家感应地雷 然后再加上一套技能 对方的这个先知 是藏在了树林里边 不敢动 这里还在不停的给雷 知道对方这个地方 只能是原地隐身 不能动 对方逃掉了 对方逃掉了 没有能够炸死 有点可惜 那这波是真的有点可惜 那这样的话 咱俩人在下落这里 利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雷 现代武器 把下落的这波 大量的兵线和树人 全部给他清掉 清完了以后 又是一个飞鞋飞到上路 因为他觉得对方的先知 有可能会直接飞到上路 这个时候 电棍在中路开启了BKB 开始追自己的队友 这里抓到了对手 一个 这个家伙 开启了自己的魔精技能 那咱俩人只能先撤了 这个位置必须先撤一下 但是呢 好消息是电棍没有了BKB 电棍没有了BKB 对方的先知 现在只有15级 炸弹已经25级了 选择减了0.8秒的 一个感应地雷 启动持质 这里直接选择一个飞鞋 当你的脸飞过来 一个自爆炸云 粘性炸弹 给上去 虚灵炸弹 虚灵刀 再加上一个感应地雷 瞬间秒杀 要知道 在加完那个天赋以后 感应地雷这个技能 几乎变成了一个顺发技能 接近一个顺发技能的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 对方再想去依靠 平A或者是 依靠这个走位 躲掉感应地雷的难度 就已经是非常大了 只要对方没有BKB 只要他没有BKB 那么这个时候 任何人在炸弹人的眼中 都只是一盘菜 下一个装备呢 工程师在出完了大风筝以后 准备去补的就是 大根或者是灵芯 这一道 这一系列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为了 如果这个比赛仍然没有能够 拿到一个绝对的胜势的话 那么杨刀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选择 当然有些 这个观众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这场比赛 这个炸弹人显得这么不敌 其实就是经济差的 很贵啊 经济一定要有差距 才是优势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有多少钱的同时 对方有多少钱 可以又是一个预判的自爆 不过对方的先知 这波并没有被抓到 再给年轻大弹 去开吃也没有捣到 可惜对方的先知 还在打赏这个炸弹人 这个地方 底头再给一个年轻大弹 没有追到 再给你的感应一雷 然后对方这边 哦TV回去了 TV回去了 这有点可惜 没有能够定住这种 原来炸弹人已经开始 不停的去给自己 开这个活性电机了 因为这个活性电机 加成的时间的话 现在是有一个 在他出完了灵灵心之后 这个技能的CD时间 是10.8秒 然后加成的持续时间的话 有6秒 所以这个技能 最后你可以不停的开了 没事的 就给自己开一个防止 被对方直接一上来 一个评委秒掉 那自己的队友在上路那边 已经是带走了 对方电棍和雪魔两个点 这边穿夹也被击之下掉了 这一拨团战的话 没有用到炸弹人 因为团队经级领先了 2.4 刚好是一个炸弹人的个人经级 因为整个团队的经级 也领先了太多了 这边薰灵刀上来 也没有能够给到 对方的音音量 看到电棍 落地 开BKB 然后Top10这边 直接往回跑 回头点一下 点两下 美兜杀这个时候的装备 太豪华了 对方拿这个美兜杀 已经是毫无办法 这长毛钉回去 看一下 徐灵刀丢上去 年轻炸弹给出来 把你的这个魔晶技能 骗不乱 土猫直接给上一个技能 以后 这回你没技能了吧 宝贝 吹风加落地 两个炸弹瞬间秒杀 这回你没有技能了 我直接一个飞鞋 飞回到高地 然后一个自爆 瞄准 炸上来 徐灵刀 年轻炸弹 遥控地雷 感应地雷 让你刚才大赏我 这拨对方 直接五人团灭 Ace 是不是 五人团灭 打完 那美兜杀 和兵女 以及马尔斯 这哥几个在正面 拆对方的高地建筑物 炸弹人的话 要过去 可能要等一下 自己下一个TP的CD 这边他选择 直接跟了大飞鞋 飞鞋和大飞鞋 现在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首先移速上面 大飞鞋是要更加的快 第二个就是TP的C 大飞鞋是比普通的飞鞋要更短 所以现在大飞鞋 它的性价比以前 还是要高了不少 这个一方面 是通过削弱了普通的飞鞋 带来的 另外一方面 是确实实也加强了 这个大飞鞋的效果 就是把这个CD减少了 30秒的CD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短 这个时候 马尔斯直接大招 进去防灭拳 看看炸弹人 一个刺爆 冲进去吗 这会儿进去可能会哭不来 这边炸弹人也没有选择着急 在外面呢 看一看热闹这房子 马尔斯直接在对方泉水里面 完成了一个 哎 这个土猫 这个土猫 是把炸弹人变成了石头 踢进了泉水 但是炸弹人身上有大风罩 直接开始大风罩就出来了 而且呢 还有虚拟刀 所以是完全不虚 在对方的这个拳鞋里面 却埋一些地雷 这样啊 这场比赛应该是马上结束啊 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 不都不可 这场比赛真的是我在近期 甚至可能说 最近这这么多年见过的 打的最舒服 最好看的一场战争人 全场比赛输出打了三万九千多 除了他以外 全场最高的是两万七的马尔斯 美杜莎还没有来得及 让他发挥这样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呈伤方面的话 马尔斯承担了三万四 最高的是对方的电棍 挨了四万一的输出 但这个可能是因为被炸弹人杀的太多了 炸弹人一个人杀了电棍四次 杀了先知七次 杀了滚滚六次 小鹿两次 有意思的是 由于对方这样比赛 血魔非常之猥琐啊 在一场这么大劣势的比赛 对方一共杀了48个人的一场比赛里边 这个血魔居然只死了两次 然后这两次的话还都是被这个美杜莎在游戏的大后期点死的 也就是说这个血魔其实前期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非常无比精彩的一场比赛 奉献给大家 我是藏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也欢迎大家能够投币点赞 支持一波 12个硬币给大家更新下一期节目 咱们涨价了啊 不是10个硬币了 12个硬币给大家更新下一期节目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讲什么的